各位好 我们来看关于向量的性质的题目 那所谓的向量就是有方向也有大小的量 那它是可以平移的 只要保持它的方向性和大小 就可以做平移 那向量可以用来描述 有方向性有大小的物理量 像是速度啊 有方向速度也有快慢 还有位移 位移是有长度也有方向性 那立也是有方向性也有大小 那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这一台车速度是每秒10公尺向右 那我们就画一个箭头 底下写上它的大小 箭头长度可以代表大小 方向向右代表箭头向右 那它这个是可以平移的 例如说不一定要画在车子上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移到车子下面 这也没有问题 那今天把它用在这个立上面 今天把它用在这个立上面呢 第一第二题就很简单 第一第二题是 甲角零度 向量的方向 方向就可以找出它们的甲角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 然后它受到两个立 一个向右40 一个向左30 那这个是第二题 第二小题 甲角180度 夹角180度就是像这样 这两个向量的夹角 现在是180度 那这时候合力就多少 夹180度代表 这两个立是反方向的 所以 看得出来 这个合力就是石牛顿 对 向量的夹角就是 例如说这个 一个向量向右 然后 一个向量向斜上方 那这样子 它们 这两个起点 向量的起点 让它相连 相连之后 它就会形成一个角 这个就是向量的夹角 刚刚这个是夹180度 好 那么 所以 如果是夹零度的话 夹零度的话 就是 这两个向量是平行 平行 而且同方向的 如果是夹零度 就像这样子 好 抱歉 这个是夹180度 夹零度 是像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时候要算 合力的话 就是把这个30 直接加40 所以变70了 那实际上 比较需要了解的是 第三第四题 如果今天两个向量 像夹90度 那 结果会是多少 假如说现在有一个物体 它收到两个力 一个向右30 一个向上40 那这两个力合成之后 合力会是多少 它们的夹角 这时候是90度 那力 它也是可以平移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 把这个向右30牛顿的力移过来 它把这个向上40牛顿的力也移过来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向上40的力起点 跟向右30的力终点相连 这样的话就是 它的一种算法 就可以算出它的合力 就是30向右 就是30向右 然后再40向上 可以这样说 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力 而是位移的话 假设 假设是位移 那这两个向量就相当于是 向右走30公尺 再向北 或是向上 走40公尺 那最后总位移就是 起点连向终点 总位移起点连向终点就是 这样子 然后 我们可以看出 它是3比4比5的三角形 所以 它的 最后的总位移是50公尺 向右上 那甚至也可以找出 这个两角是37度 以这个来算是53度 好 那 所以今天如果是 把位移 我们刚刚是以位移来举例 那把位移换成力 它还是向量啊 位移和力都是向量 所以 它的计算方式 处理方式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可以 把这个事实呢 平移过来 只要它的 方向和大小都不变 就可以做平移 那平移完之后 这两个力的合力就会是 这个 就会是50牛顿 它向右上 好 那最后一题 如果是120的话呢 那也一样哦 我们先写一下 提号 如果是加120的话 我们直接用 已经有的这些来 来算 如果是30向右 然后 加120度 就像 这样子 这时候这个角度是顿角 120 那这时候的合力 这个物体 它受的合力 我们也可以这样处理 就是把 向左上的这个 力 平移过来 那我这里是直接用复制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再 从 向右30牛顿的 起点 直接连到 向左上 40牛顿的终点 从这个地方 直接连过来 好 可是问题是它的大小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方向了 但大小怎么 算呢 这里就会稍微有一点难 对不对 因为它不是直角三角形 那怎么做呢 其实是可以用到 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向量的分解 因为向量它既然可以 有两个向量来合成 那当然也可以把 其中一个向量做 分解 把它分解成两个向量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里 这是30 然后 这个40向左上 那这个40向左上 我们可以 反过来 把它分解成 向上的 向左的 好 那因为它说 这个夹角是120 120度 所以这个角 应该就会是30 对不对 因为这里是直角 所以既然这个角是30 那这个就是60 那这里是30 所以它会是 斜边是10 但是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1比2比根号3 1比2比根号3 2是 40是相当于斜边 那斜边是2 斜边是对应到2 的那个位置 那个角色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绿色的这个边 其实是20 因为1比2 等于20比40 然后红色那个边 就会是20 跟号3 好 那这时候就可以再做 向量的加法 首先呢 这个向左的20 跟向右的30 抵消 合成 最后会变成 向左的 向右的10 变成向右的10 那这时候 这个向左向右已经处理完了 它剩下向上的 向上的 没有向下的 我去跟它抵消 所以向上的就保留 还是20 跟号3 然后再运用我们刚刚提到的 向量加法 我们可以把它的头 连到另外一个 向量的 终点 把其中一个向量的起点 连到另外一个向量的终点 然后再从 起点连到终点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币式定理 就可以用币式定理 就可以算出说 它是1比20 平方向下开根号 那平方向下开根号的话 就会是 400 400 乘以3 1200 1300 所以最后这个斜边 它会是 10 跟号13 10 跟号13 所以 这里的方法就是 先把它做 40 把它沿着直角坐标 分解 沿直角坐标 分解 分解成 向上的 和向左的 这是由斜边分解出来的 那向左的就可以跟向右的去做 加减 那向上的可以跟向下的做加减 但今天没有向下 所以最后呢 向右30 向左20 加减 变成10 还有向上20 跟号3 所以最后这个 合成的 合力 就会是十个号3 谢谢同学